第120世纪 已经是人人可以教训 东玉皇太上上下下 谁都可以管我了不差 他站在了厅中 眼中寒光闪动 威压顿时铺天盖地 满怀杀机的 就向下方的结丹妻的弟子 扫了过去 结丹妻的弟子顿时一阵的心计 这威压中的杀意 丝毫不是玩笑啊 或是长辈吓唬小辈 而是真正的随时就能出手 无情地夺走你性命的杀意 虚无 这不是你想的那样 园婴位置上的一名女子 站了起来 竹虚无冷着脸 看向了这名神态温柔 举手投足之间 满带仙灵之气的园婴女修士 妙语师姐 那你们还有什么事情 想要责罚于我 可一起说出来听听 我竹虚无又干了什么事 能让你们如此大白场面 为何于我 真的 你就不能改改性子 说生气就生气 妙语真人走过来 拉着一脸阴沉的竹虚无笑道 你难道忘了 今天是掌门师兄的生辰 所以大家自然聚在一起 正了解你呢 没想到天人来报 说你回来了 自然赶快把你叫来 你师兄那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可是故意想要说你 还不消消气 把侄女叫上来 给大家见见 看看什么样的女孩 让你这么喜欢 生辰 他多少岁了我都忘了 谁还记得这种事 过今生辰都过了 干嘛没事还要骂我 越老脾气越怪了 竹虚无完全想不起 今天是掌门师兄的生辰了 这种事除了有心人 根本没人会记着 然后他就嘟囔着 向金飞瑶招了招手 金飞瑶此时正在用手指 在画符手上的花纹 根本没有听他们在说什么 反正通过那些口气 和阴冷满是杀气的威压 就知道吵起来了 所以他也没看到竹虚无在叫他 专心的琢磨着 这些符手上的花纹 诶 阻长老在叫你呢 而他边上的杰丹弟子 却坐不住了 第一声向金飞瑶提醒道 竹虚无招手 是冲着他这个方向招的 如果不提醒一下边上这人 难免要被他怪罪 叫我 金飞瑶抬起头一看 竹虚无果然在对他招手 又有什么事 金飞瑶很不情愿地站了起来 挤出一脸的笑容走了过去 当他走到了竹虚无的身边后 竹虚无指着四周的原因修士说道 小瑶啊 这些以后就是你的大波叔叔了 还有 这几位是大婶 要是没饭吃 就去他们那蹭饭 虚无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什么蹭饭不蹭饭的 结单修士还吃什么饭 我这里 鲜果倒是有些 随时可以过来 但是可不要叫我什么大婶 叫我真人就可以了 妙言真人拉起了金飞瑶的手 笑着说道 要让人叫自己大婶 那还不如死了算了 这可恶的竹师兄 嗯 我知道了 我以后会常去找真人玩的 到时候真人可不要忘了 拿出好吃的招待我啊 吃多了 你可不许赶我走 金飞瑶顺着杆就往上爬 小辈之态做得十足 妙言真人 捂着嘴笑了起来 要不是你结单呢 我还真以为你才按事不到呢 说话真讨人喜欢 他可是很讨人喜欢的 以后我让他多找你们去玩 二师兄的服中茶 可不许藏长 要拿出来喝 竹须无力在了一旁 狡黠地笑道 好了 既然人都到齐了 大家就开席边吃边聊吧 竹师弟出去游历六十多年 想必有不少的奇遇 到时候 就说给我们这些老家伙听听 苍言真人站起身来说 开席 金飞瑶顿时笑的眼睛都眯了起来 真好运啊 刚来就有九席吃 难道真的如竹哥说的那样 一天有两三次的酒宴可吃 金飞瑶早就发现了 他现在吃下去的东西都莫名地在肚中被抽空了 那些食物化为了灵气 渗透进入了百穴之中 然后融入进十海之中 随后就会发现修为在慢慢地增加 不用打坐修炼 只要吃东西就会有修为 而且在看到化碗丝的原因是一个养魂寿后 金飞瑶已经知道自己的结出的金丹去哪了 每位结丹期的修士都会在十海中结出一粒金丹 就是这粒金丹在进阶元婴期时会化成原因 他结丹后就一直没找到自己的金丹在哪里 现在得了启发 自己的金丹应该就是那只貌似饕餐的小兽 按金飞瑶的猜测 照这样下去 等自己进阶元婴后 元婴不可能是长得像自己的婴儿 而会是一只黑乎乎胖胖的饕餐 他一点也不担心这样的金丹会怎么样 最大的坏处也就是入了魔成了怪物 只要活着变成怪物也不怕呀 其实金飞瑶如此想得开 完全是他根本不知道这饕餐是如何出现的 而且他又不敢去向人打听 要是被人发现他的体内有饕餐 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 没有办法 除了接受之外 他还能怎么办呢 而且现在金飞瑶最关心的 不是变成恶兽的金丹 而是这酒宴上不会只有酒和水果 而没有肉食吧 金飞瑶被妙语真人热情地拉着 而竹须吾则是被赶到了一旁 他说是要和侄女聊些女人的话题 不想让男人听到 话题是聊了 但和女人基本上就没什么关系啊 妙语真人口气温柔 不断地问着金飞瑶的身世 之前在什么地方修行 如何和竹须吾认识的 其实啊这都不是什么秘密 除了自己修炼的功法和去过魔族地界 还有同龙魔头的关系外 其他的事啊都可以说出来 但是金飞瑶很不喜欢这种带着一脸笑容 然后把自己当白痴套话的手段 要是想知道直接问不就行了吗 还拐弯抹角的 于是他一路上都在微笑 回答的也模模糊糊 还时常露出了一副有些害羞的表情 直接就不回答弄得妙语真人很是心急 妙语真人又不是傻子 真当金飞瑶是在害羞啊 只能结丹地修饰 谁会是省油的灯啊 就算是门派供养出来的结丹修饰 在住基7时也是要出去游历的 见见世面的 像这种好像世俗中的大小姐一般 容易害羞胆子小的结丹修饰 去什么地方找去啊 骗鬼呢呀 想是这样想 但人是竹炫吾的呀 妙语真人也不好 用强硬的手段去问 竹炫吾夜叉恶童这个名号 可不是他自己取着玩的 而是用修饰的尸体堆出来的 玄天功法如果不是这么霸道 谁又会愿意终身就是个小孩的样子 不能双修也不能成年的 妙语真人虽然比竹炫吾 进阶元英七早 但是对他的实力还是比较顾忌 除了掌门师兄 这些元英长老 没有人有这么大的信心 可以从实力上完全压制竹炫吾 就这样 金飞瑶和妙语真人打着太极 来到了酒宴上 酒宴摆在了一个占地百亩的湖上 湖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露天水泻 有四个长长的木板小鹿架在了湖面上 把水泻同岸边相连 水泻上早已摆好了五六十张长条雕花矮桌 二十来明炼极其的修饰正穿梭在水泻之中 不断地抬上酒水和菜肴 老远的金飞瑶就闻到了香味 一直提着的心啊 终于放了下来 还以为这些元英修饰只是偶尔装个样子 喝点酒水配点水果就打翻了 一想到酒配水果 他就觉得胃里一阵的翻腾 那种口感真不是人吃的 完全不懂那些修饰 一串葡萄就能配着酒喝几个时辰 还要吹着风 有情调的 这还要念诗 胃就不会不舒服吗 妙宇真人一直拉着金飞瑶 就连这倒了水泻也不肯放手 拉着它就坐在了相近的矮桌前 而竹须吴却找了个离金飞瑶远远的位置坐下 大家坐下后 各自冒着热气的菜肴就端了上来 金飞瑶一看 桌上这些韭菜啊 顿时震住了 那双耳龙头玉杯中的精酒上 漂浮着一层白色的灵气 这些灵气 比百灵酒中的还要浓郁得多 再看桌上的菜 无一不是飘着一层灵气 就连桌上那盘高脚 托盘上 放置的水果 也是采光闪动 灵气逼人 晃得人眼只发花 都看不清是些什么水果了 每张矮桌上都摆了十来道菜 不说那些飘着灵气的精致肉类 就连那三盘清淡的素菜 也是有一丝丝的灵气 在盘中流转 金飞瑶看着这些菜肴发愣 不明白是什么样的瘦肉 竟然能有如此多的灵气 而且还能不让它飘散 想了想 当时在不自由家中 那些菜肴 好像就没见有灵气飘出来啊 难道两族之中 就连做菜的方式都不一样吗 妙宇真人看他的样子 应该是没吃过这样的菜肴 就轻声说道 小瑶以前没吃过这样的菜吧 是的 我以前吃过的菜肴 就算费贵 也没有见过灵气浓郁的 能飘在菜上的 金飞瑶点点头硬道 妙宇真人笑了笑讲 那些菜和食所中的一样 只是用普通的菜和煮的 还有的灵力 只是食材的本身 而这些菜肴 全是简单修饰用蒸活 所做出来的 除了能保留食材本身的灵气 还能像炼丹板 和灵气浓缩 每样菜呀 都顶得上一粒三四瓶的丹药 而且还不用打坐牺牲 只用吃下去 就能自行牺牲 这么厉害 那要是天天吃 秀威不就得疯长了 金飞瑶惊喜地 看着妙宇真人 觉得自己能来东玉皇太 实在是太好了 这里简直就是专门 为自己准备的呀 妙宇真人 被他的话给逗笑了 哪有你说的这么好 这些菜肴很花费精力 比炼丹可要难多了 一般只有在长老 或是掌门生存 要不就是门中大试试 才会做出来 平时谁有空花费这么大的精力 做这个呀 不是每天都能吃 金飞瑶顿时感到失望极了 还以为天天有这些东西吃呢 不过他转念一想 他们好像没事 却喜欢办酒宴呢 就算没这么好的菜 石所中的菜也行啊 有现成的总比自己弄强多了 于是金飞瑶就高兴起来 眼巴巴地看向了四周 心中忍不住挤起来 怎么还不开心啊 干坐着干嘛 这时掌门举起了双耳龙头预备 对着大家讲起话来 金飞瑶的注意力 全集中在了桌上的菜上 对于掌门说的客套话 他一句也没听到耳中 只是在琢磨 一会儿先吃哪一盘呢 竹炯武也没听掌门师兄的话 看着金飞瑶全神灌注地 盯着桌上的菜肴 他就想笑 竹掌门早日登入化神器 突然大家同时举起了桌上的酒杯 齐声喝道 金飞瑶回过神来 他赶快举起了酒杯 把杯中的酒一口干掉 他咋咋嘴 这什么酒啊 尝不出来 酒对金飞瑶来说 就只会喝 不会品 现在终于可以吃菜了 他拿起了筷子 眼中闪过了一道金光 见金飞瑶伸出筷子 加了一片香烤阔叶五月鹿肉 妙宇真人转过头 轻轻地拿下了一粒五光十色的百蜜葡萄 放入了嘴中 细细品了一下 他转头看向了金飞瑶 想问问他对这份鹿肉的滋味 有可见解 但是妙宇真人却看见 金飞瑶双手放在了腿上 并没有在吃东西 妙宇真人就一阵笑 以为金飞瑶是被一口鹿肉 就迷成了这样 正要问一问 突然感觉不对了 他往金飞瑶的桌上一看呢 发现了金飞瑶桌上只有空盘子 连块葱皮都没有 这些雕花玉盘 干净的闪闪发亮 如同洗过一半 这正是怎么回事 妙宇真人看着空空如也的桌面 感到十分的惊讶 刚才明明还是一桌子的菜了 怎么才吃了一颗葡萄的功夫 连盘子都洗干净了 金飞瑶冲妙宇真人笑了笑 然后就可怜巴巴的 手拿着筷子在空盘上画着圈 他就坐在了修饰中间 桌上什么也没有 自然逃不过其他人的眼 上次的弟子也愣住了 疑惑了一下之后 就收掉了空盘子 重新把菜端了上来 这名弟子才把一份 凤膝雀蛇汤放在了桌上 就见金飞瑶连盘抬了起来 放在嘴边咕咚几声 等盆放下时盆中已经什么也没有了 哦 这名弟子忍不住叫了出来 大惊小怪的干嘛 你只管上菜就是 慈仓真人皱着眉 低喝道 真是不懂规矩 这些散修 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 吃相如此粗鲁 也是没有办法 这样就大惊失色 传出去了 还以为我东玉皇派 连饭都请不起了 是 这名弟子回过神来 不再多话 把端过来的菜肴 全摆在了金飞瑶的桌上 把菜重新摆好 他刚站起了身来 就见眼前出现了一道道的残影 桌上的十几道菜瞬间就没了 而眼前这名杰丹女修士 正一脸无辜地看着她 好像根本就没有动过 但是桌上那些闪亮的空盘子 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杰丹修士 刚才花了不到十几的功夫 就吃掉了这些菜 而且这名弟子严重怀疑 盘子都被她舔过了 不然不可能 连菜摊都没有沾上 如此的干净 本来还热闹的寿宴 一下子全静了下来 大家都惊讶地看着金飞瑶 就连磁仓人也愣住了 金飞瑶重新拿着筷子 在空盘子上画着圈 小心翼翼地问道 没有了吗 上菜的弟子惊恐地看着磁仓人 而磁仓人把目光 投向了竹须屋 竹须屋好像没看到 寿宴上发生的事情一般 慢悠悠地夹着桌上的菜 一口菜一口酒的 正在细品 头都懒得抬 磁仓真人 只得沉声说道 继续上菜 而暗中 他赶快传音给了这名弟子 你赶快告诉李四 叫他赶快把所有食材 全部烹饪出来 这里有个吃货 千万不要丢了我东玉皇派的脸 他能吃多少 我就给他吃多少 看着他的胃口大 还是我萧天殿的库房大 是 送菜的弟子赶快推了下去 让其他的弟子赶快掀上水果 这是算好的份额 还因为怕有人突然前来 而菜不够了 所以多准备了三份 没想到 现在别人才吃了一口 这半路出现的女修士 就已经吃掉了两份 不加菜根本就不行了 大家请用 寿宴上的气氛实在是太冷了 大家都看着桌上空空的金飞瑶 慈仓老人只得笑着招呼着大家 自己好好地过个寿吧 要是弄得冷场多不激烈啊 似乎发现这样实在是不好 大家都收回了目光 小声地谈论着 而妙语真人 似乎对金飞瑶很好奇 就把自己的菜端了一盘给她 小瑶的胃口真好 没吃过这样的菜瑶 吃得快也是正常的 你先吃这一盘吧 其他的菜一会儿就来了 哎 谢谢真人 金飞瑶接过菜 往脸上就是一拍 就一眨眼 当她放下预盘时 里面已经光亮无比了 厉害 妙语真人哪 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形容了 只能说出了这两个字 对于慈仓真人来说 今年的寿宴 是她有生以来过的 最痛苦的生辰了 自己那听话的两名结丹弟子 为了自己这次的寿臣 提前的三年上山下海的 寻找极品食材 还早早地准备了七天 今日才用真活为自己 弄出了这场寿宴 这一桌子菜啊 如此花费时间 又如此用心 最后的下场竟然是这样 竹虚无带回来的这个女人 简直就是猪 是禽兽 自己吃就算了 竟然还弄出了两只青蛙来讨吃 简直太可恶了 慈仓真人看着站在桌前 头顶着一只玉盘 可怜巴巴瞅着自己的胖大青蛙 气就不打一处来 这青蛙头顶上的玉盘中 已经被别的修士放了些菜 她身为掌门 怎么能如此小气 只得把桌上的一盘 百龙鱼片递给了这青蛙 大牛接过了百龙鱼片 一摇一扭地走开了 那牛屁股慢慢扭着 笑容可居的样子 引得忠修士一阵大叫 还没等磁仓真人 向竹虚无瞪眼 发泄不满时 胖子又走了过来 眨眨眼 傻头傻脑地看着他 怎么办呢 你身为原英修士 好意思和一只青蛙计较吗 另一盘菜 也从磁仓真人的桌上消失了 因为这些菜实在是太好吃了 灵气又充沛 金飞瑶一点也舍不得 给胖子和大牛吃 他俩实在是忍不住 吞着口水 扯着金飞瑶的衣服就不干 被馋得没办法 他就给这俩 一挖一个浴盘 让他们自己去讨饭 物思主人啊 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 胖子和大妞啊 装傻 把可爱发挥到了极致 在修士的桌前走来走去 时而装傻盯着菜看 时而眨把眼 抛妹眼 有时 还去给修士们捶捶背 敲敲腿 逗得修士们非常开心 转一圈下来 也能讨到不少吃的 而等空竹吴和空竹友他们 带着结单器的弟子 姗姗来吃时 他们的那几桌的饭菜 早就进了金飞窑的肚子 之前竹须吴 遇到空竹吴时 他们正好是准备出发 来萧天殿的 被竹须吴一折腾 就给耽搁了 而白简竹提着那些脏物 看着竹须吴他们 走了以后 才想起啊 自己为什么要洗澡 不也是要去萧天殿的 坐在职方的酒杯 和酒壶的矮桌前 他们惊讶地看着 被七八个人 伺候的金飞窑 不明白怎么才一会儿的功夫 这小师妹就混得如此好了 实在是太痛快了 金飞窑放开了肚子狂吃 盘子放在嘴边一扫 菜就全部吞进了肚子里 这盘才刚下肚 左边就有人递过来一盘菜 而右边就有人收下盘子 其余的人 不是在小路把这菜送过 就是抬走吃过的碗碟 这简直就和往桶中倒垃圾一般 让其他人一点胃口也没有 还好有两只青蛙 再给大家取乐 这吃相看习惯了 也就好了 掌门师尊啊 李斯师伯的神识 和灵力都耗尽了 晕过去了 正在这时 一名铸鸡器的弟子 急匆匆地跑过来 在瓷苍真人的耳边 小声地讲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